Hello 我是沈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 接著很快地介紹 其實就著這個SHF的鹹蛋超人來說 今次 其實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我也沒有辦法 因為真的就著SHF 而還要是一番想 鹹蛋超人的SHF是第一次出的 我就逐個逐個追 我在日本就成功地 用了這個300日圓 就抽到這個Youtalaman Set 很開心 亦都因為既然已經出了醬油 我就要出雞了 所以四塊水 我趕快就入了這個Seven 純粹是介紹的 究竟是怎樣全部未開 馬上看看 當然 一番想的C 是不是C 另外一個就是LAST 還有本身透明藍的巴魯坦 隨軟 那些我就 好 Seven 說得一番想 你都不要預計它會有些很精彩的配件 還有很坦白說 擺明是這個粉絲的 所以你看到 包起來的 正正就是這堆東西 馬上撕吧 這些對我來說都沒用 多謝Chris Wong 謝謝Chris 咦 QC不錯 那 配件就是這麼多 看到 Total 六個可換手型 說明書 一定不會有的 或者都叫做 站個試正少少的位 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本身真的說 就著 鹹蛋超人來說 但Seven我自己就很喜歡 因為她的外型 和其他鹹蛋超人比 我覺得她有她的個性 以及就著裡面的一套劇 有幾何見到 就是 諸星丹這些 這麼悲劇的角色 她真是他媽的悲劇 當然 就著角色 她也橫跨了 至少兩代的超人 有Seven和這個Leo 看到 都是用回本身 SHF的主體造型 紅色全部轉透明 銀色就交足給你 就組合成這個 一番想 思想的 Seven Seven 坦白說 當時做的時候 我都還有一條蟲 這次是真的 可動性 或者 所有東西 其實她和一般的SHF 始終就著她的透明膠的質地 所以 其實她的關節 因為膠料的關係 真的沒有這個SHF 捉得這麼實 所以相對來說 是會鬆一點的 但當然 可動是絕對 和這件事沒有關係 所以變成 如果 你同樣地是怎麼扭都可以的 你問我 作為一個 鹹超的死忠 這個系列 怎樣都要收的了 坦白說 也都明白到 在香港 特別是老一輩的 鹹蛋超人 坦白說 不是說這麼多人有興趣 所以變成 真是說不用抽 就這樣真金白銀入手的話 價錢也都不是貴 不過就著這件 Seven的思想來說 她的上色 特別是銀色 這隻我就覺得出奇地好 亦都沒有什麼破綻 變成 特別是我 這些QC之鬼 我是完全收貨的 你見到 頭的著色 和本身 透明紅 和銀色的分野 都很清晰 和沒有什麼 走位 這些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對於這個鹹蛋超人 想 全入全制霸 全入手 這個都真的要入 好 這隻又介紹到這麼多 還有的 Hi 我是Wincent Ma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